CBA球员和NBA球员的力量差距有多大 以中国男篮曾经最为强壮的里根为例 在中美友谊赛上 强壮的里根面对NBA级别的封线球员 没有丝毫身体优势 无论是被打还是突破 NBA封线都可以死死封住里根 虽然对方的汤普森是NBA的顶级3D 但是汤普森的身体看上去还并没有里根那么壮 如果要是把汤普森换成詹姆斯或者伦纳德这样的球员 恐怕我们的球员连对抗的机会都没有 在扎姆斯开启中国行的时候 他曾经来到中国男篮训练场帮助男篮训练 在训练时扎姆斯还特地安排了一个对抗环节 那就是让中国男篮球员随即和扎姆斯进行对抗 当我们的大中方沈子杰和扎姆斯对抗时 可以说扎姆斯完全没有感受到任何对抗压力 在两下对抗后 扎姆斯还一把切掉了沈子杰的皮球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同样当欧文开启中国行的时候 他也给中国男篮来了个义务教学 那个时候的欧文在NBA还属于偏瘦弱型的后卫 但是当欧文面对男篮球员时 欧文几乎可以给所有球员上对抗 就连能飞善口的张震琳都顶不住欧文的冲击 在亚洲 郭爱伦已经是后卫天花板 更有球迷把他誉为亚洲第一孔位 但当郭爱伦和威少站在一起时 球迷发现郭爱伦的身体宽度简直要比威少小两圈 更不谈让郭爱伦和威少进行对抗 其实谈到对抗 我们曾经也有巴特尔姚明这样的顶级中锋 可以给NBA球员上强度 但为什么现在的球员和NBA球员的差距会越来越大